阿茵 阿茵 没事吧 我没事啊 你是主仆气发作 所以晕了过去 主仆气发作 必是起了与仙气相悖的心思 阿茵 我来问你 你需诚实回答 你是想伤害古镜吗 我没有 我怎么会伤害她 那你 可是对古镜动了情 怎么可能 不可能 那你先好生养着 轻衣 阿茎 你们好好照看阿茵 是 轻衣 去给阿茵 耳个鸡汤补补 你赶紧的 没事就赶紧回去吧 我要睡觉了 我 今日是七小节 我看试炼来的宾客 都去天河过节了 要不 咱们一起去天河 逛一逛三菜心 正不去了 好吧 那你好好睡着 我走了 呀 难不成 阿茵真的喜欢古镜 非诚明脑子里总想着古今 若是被人发现 会丢死人的 仔细想想 古今他是个非诚二世祖 一事无成 有什么可举是处 就算他认真起来 认真起来 他好像也有那么一点点帅 不对不对 他对你招之急来 挥之急去 蛮不交厉的 可是 他拼命严下设练大会 又救了你性命 好像也不曾有人 对你这么好了 不行 我想 我想 不能一直想 我得也想办法 把他给忘掉 这出门走的 可以 回去 把它发现 罗开 这么漂亮 好漂亮 这个飞得好高 还有那个 你等等我 走 小心啊 我帮你帮你 谢谢 走吧 吃个饭 真好看 我还是去找一个 人少一点的地方吧 这一股价子 其中心 他无意 这股价子 你不想 你股价 在哪儿 帮你越来越悠哭 老师 我比你 усп 你过来 你去iva 你不想 你偷偷 你不想 华叔 蓝蜂帝君 那还见 当夕雁前女 当夕雁前女 此前正是我心中所思 也盼是你心中所想 华叔 你放心 在你的心意没有明确之前 我不会强碰你做出任何回应 我会一直等着 直到你可以正式地接受我 我的心思 帝君还不明白吗 两百年间 这心灰一直鼓励着我 就像当年帝君在我面前温柔低语那般 每每念起 我总庆幸当时能够遇见帝君 只是如今 维园英族与我族战事早消 那时 我才能够与君畅谈往后 华叔 我一定加紧促筹 你们两族停战和谈 对了 今日 我给你准备了一样礼物 你且在此等我片刻 你怎么在这儿 这话应该我来问你吧 你怎么在这儿 你把阿静晾在一旁 如今跟南风帝君在此优惠 你什么意思啊 区区低阶仙仆 也配过问本殿的事 你若对他无异 便应该与他说清楚 不该如此敷衍他 你做这些朝秦暮处 勾三大四的事情 有什么意思啊 是吗 那样你就有机会触碰你主人的心了 古镜可知你这低阶仙仆 对他起了妄念 瞧你这痴心妄想 真是可笑 我知道了 莫不是你怕阿静 把借给你的遮天伞给收回 所以你才这样 不清不楚地敷衍他 你果然是小人之心 我现在就去告诉他 巧妍令色乱嚼舌根 可不是什么好习惯 你来此看灯游玩 只看到这天河眉景 旁的你什么都没看到 待你回到雀雨仙路 遇见我的事便一概忘了 花叔 去吧 刚刚那位女军是 温路的罢了 送给你 好看吗 好看 据说呀 把愿望写在这灯上面 都会实现的 真的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不对 有个很重要的事 是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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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好看 今日愿宇军畅快共饮 无妨的 等殿下伤势好了也不迟 只是我想知道 我在殿下心里到底是 你就是个大笨蛋 阿音 你先别说话 他昨夜没来赴你的约 并不是痛症难忍 而是他约了 他约了别人 什么约了别人 阿音女君 我不知你是听了何人所言 我又约了何人 还请民事 你当真是让我说出来 说出来让大家都难堪吗 那你的意思是你说不出来了 难道是昨夜喝多了酒 为何只有一些模糊的片段 他到底是和谁在一起来着 阿音 阿音姑娘 我家殿下昨夜伤透难消挨了一夜 可不能就这么被你空口白牙一句话 毁了清白 你要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就请立刻向我家殿下道歉 我当真是看到了 这是 我不知是哪里得罪了这位阿音女君 没半点时政 却言之凿凿 纠缠不休 可是我也不能平白受死无免 阿音女君 你可敢立剑心事 是 将手放上来 此事可见心 你只需说出看见我是前行如何 但凡有半点身边乱造 那你便受那焚火灼心之苦 阿音 快省 快 快 快 滚 来 我 我 真的 你不相信我 好 你不相信我 是我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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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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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华叔殿下 阿姨或许是可能看错了 但在这种事情上 她从没有在我旁 殿下引用云烟抹去阿姨 昨夜见过您的记忆 她凌厉低微便是再记不起的 殿下何须又心 一个小仙兽罢了 古今倒十分为乎 总觉得 这阿姨会是个麻烦 殿下不是说 若非为了遮天伞 这个古今根本也不值得上心 更何况 您已如愿笼络住了蓝风帝君 能让天河翘首先婆 专为您打造这孔穴项链 帝君为殿下 还真是费心思 可惜 他却不肯为我孔雀族训半点私情 竟是这么个 秉公持正的天地继位者 我们与英族僵持太久了 若不能尽快结束战事 只怕后患无穷 是白鸟岛传来的战报 殿下 是白鸟岛传来的战报 花眼这个蠢货 大殿下 我早言明 在我找到足够强大支援前 我们和英族僵持不动就是最好 他倒好 自作主张偷袭英英 结果反被英王擒祸 现在整个北海都在看我孔雀族的笑话 那咱们白鸟岛 岂不是只能认英族替条件了 英族挑衅在先 我白鸟岛企又退让之礼 可您明明有古晋所赐神兵 本该所向披靡 让这英族闻风丧胆 不敢来犯 可是这半神之气 以我道行 无法将其发挥到极致 除非 嗯 我找到凝云山之后 我就 要赶紧离开这个古晋大笨蛋 这凝云山 这么难找吗 还没有音讯啊 凝云山 是有自己的密藏结界的 它可能藏在 任何一个山川命令当中 我每天都给妹妹出送礼物 可是它一点反应都没有的 没有就在想 可能 要是要妹妹化行的话 就必须要找到凝云山的玄虎 才可以的 下次我陪你找 我们湖族 最擅长寻宝 新日不喝了 回去休息吧 不行 说好的 不醉不归 所谓呢 你们要觉得 今日的酒很特别吗 这是阿姨我 特制的梨花鸟 十年前 第一次见到你 从那之后 其实我心里就一直念你 我想把埋在心里十年的话 告诉你 我喜欢你 阿姨 本来是想帮他了 可现在 不是说好 今日只痛快喝酒 不想别的吗 来 无罪不归 喝酒 对了阿姨 你都 伤好了 还不要回胡族吗 我 胡族是我的家 他又不像是我的家 我父王母后都不在了 只有一个 我不喜欢的人在那里 你又这么不喜欢你姑姑啊 我也不知道 或许是看到他就想起当年静幽山 一片狼藉 他越想弥补 我就越想逃 不过没关系 等我找到了林医山 我就给你换了一大块地 你想待在哪儿都可以 你不想回去也可以 反正你做什么都可以 阿姨 我从前总说 要你同我系互租双修之术 我已经不这么想了 我现在想做你藏在心里的那个人 他 阿姨 又是主不计 阿姨 阿姨 你说什么 你干吗要变成阿姬的样子 你赶紧变回来 我现在那么久不想看见他 阿姨我跟你说什么 今天我没有不信你 你的心子我最了解 但还是让你受委屈了 我给你赔个不是 谁要你这个傻冒主人 笨蛋 我就喝酒 阿姨 你看看你 都现出原形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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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没说阿九跟你说了什么呢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啊 听见没有 我 阿姨 阿姨 华叔 却雨灯 那是苏娜却雨灯 我会跟他对峙 你都现原形了 不能让任何人看到 我 我 先把你藏进来再说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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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他叫过来 我跟他对峙 那 我 安静 我还有一点假 这么晚了 有事吗 族中有急事 明日一早 我便要回去了 特来跟你告别 还有些事情 我想 他 华叔殿下 明日什么 明日一早 我们要回去了 这么急吗 华叔殿下 伤好些了吗 到湖大碍了 你有别的客人吗 客人是没有的 就是 房间里突然闯进了一只小脆猫 上蹿下跳的 搞得乱七八糟 我今天就不请您进去搜索啊 我想起来了 我 我想起来了 却雨到 华叔殿下 我得先回去照顾那只小碎猫了 你早点休息啊 阿姨 你没受伤吧 危险 这里灵气肆意 自称屏障 必是大则山的先脉所在 我苦寻数日 终于寻到这仙脉所在 只是这车天散 威力太甚 我该如何进去 什么人 闲竹师叔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两日不见 你这是在人间找了两年的书 我确实是花费了一些时间 此事你不要对外人讲了 可是师叔 你这大半夜的 在这儿干什么呀 我检查一下境地 近日大泽山人多眼砸 不能让任何人靠近 那我再寻查寻查 不必了 师叔已经检查过了 你早点快去休息吧 先卖外灵力屏障无损 先卖安然无事 眼下我最担心的 还是阿静 前那又见了 我算过来 若阿静为阿英 洪乱行动 会直接引劫难入命 阿静怎么会为阿英 洪乱行动 他一直仰慕的不是花叔吗 他们中海年少 或情生而不自知 或简不断理还乱 哪有什么道理 若真等到情难自控时 那便晚了 死结一生 便是死结啊 若为阿静 先促成有华叔的姻缘呢 在想想 你我 且在想想 我 不认为阿静 阿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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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一个月的期限 今日 就是要你孔雀族 给个答复 您老要是再不说话 我就在两族大军的众目睽睽之下 画了他的口雀原形 拔了他屁股上的毛 毁了他的内丹 父王 你一定要答应他们 父王 父王你一定要答应他们 且慢 你 想欺在我孔雀族头上 能演配 我进的遮天伞 起阵 报运 是 快 阿静 阿静 居然已经晋升为了上区 可 准备了 你能不能练坏了这天伞 我 我 你 放手 我们认输 你 你 吃 你 你 你 吃 你 吃 你 跟 喝 你 这便看不出 是被遮天散的天罡之气所伤 没人会发现你 你既然已经确定了 大泽山的鲜脉 只想像这个 放入鲜脉中 别动 这里面的东西 可是会落地生涯 不然 吸取灵力可蔓延吞噬一切 别让他给你生吞了 佳琪 古静已晋升下军 待他找到小火锋所有仙缘 凤凰重归 你便再也没有机会了 遮天散 虽以外界道白鸟党 但是天罡之气 仍在会有大泽山 我根本进入不到鲜脉当中啊 放心 那鲜脉处遮天散的结界 正在慢慢消失 虽然 许是谁在偷偷恋唤的遮天散吧 真的是天主我已 那时 华叔晋升上军 用你所赠遮天散 大败英王 一战成名 白鸟岛大获全胜 眼下 英族与孔雀族 已经停战弹劾了 但我们大泽山 向来不会插手 其他族内之事 这次是我任性接散 给山门添乱了 无妨 等你们结了亲呢 咱们大泽山和孔雀岛 就是庆教 互相多帮衬点 没什么 什么解情啊 我跟华叔 我没有到那一步 师兄 男为婚女为嫁 你喜欢他 师兄们自然支持你 但师兄 我觉得 为凤影收集仙缘一事 还未完成 我总想着 完成此事再论其他 收集小凤军仙缘 自是要紧 可这婚事 也是迫在眉睫了 孔雀王后日受担 宴请仙界众名门仙君 大则山已收到情体 仙界皆传此宴 孔雀王实则是想公开则序 听说不少仙门 都是拿着自家 鸭香顶的宝贝去求取的 若是让其他仙府登了仙 你可自个儿懊悔躲着哭去吧 新竹 这是 师尊非生的时候 给我和大师兄也留了宝贝 这顶炫星奉冠 为兄转赠给你 他是件半神器 你带着他去提亲 绝不跌分 想想他戴在你西衣女子头上的样子 可是已迫不及待了 女主的声音 我还想打算 你还想打算 有个厚度 晚上 故意 看得不及 这位主角 你也想这是 我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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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 心于华叔 想要娶他作为自己的仙侣吗 切不可学那心愿意马 使乱终气之徒 你将遮天伞 介于华叔一事 已是三界皆知 如若此刻畏缩不前 只会让旁人对华叔起非议 阿静 你我男子 心纵有大天地 也须有维护心爱之人的决心 我已以长教身份 为你写好评书 这就让轻衣准备好仙车 你带着评书和凤冠 一起去白鸟岛 尽快把亲事定下来 小师叔 你可收拾好了 你在院子里晃着什么呢 你是要带上阿音 还是跟他告辞啊 啰嗦 我就是想 有没有什么遗漏 受礼 聘礼 该准备的我都给你准备好 放上先车了 现在呢 小师叔 你只要把自己放上先车 咱们去白鸟岛求情之事 就万全了 可是你要是再这么耗起来 不出发的话 咱们去 别催了 等等我 轻衣 他着急忙慌了 干什么去了 小师叔你没听说吗 小师叔要去白鸟岛 向华叔殿下求亲了 小姐 他要 娶华叔 小师叔你怎么了 你看起来脸色不太好的样子 你不会是 不想让他去吧 怎么可能 这 阿音 你回来了 我知道 你要去白鸟岛求情 刚才轻衣已经跟我说了 那你要是去的话 就不用摸摸去 对 你这个人做事情就是喜欢磨磨叽叽的 你要是去晚了 华叔公主就会被其他仙君给抢走的 我跟你说 你对他一直 一心向往 所以就要趁此次机会 能够好好表现 我今日有些不舒服 所以我就不去了 免得会给你添乱的 你赶紧去吧 我回去了 阿音 我来 我来 你 我来 我来 你 你 我来 我来 你 我来 是 孟茴谷 地势偏僻密林繁茂 霓雲山肯蒙的藏匿地 戚远山河峰川下 地貌詭異 也容易迷路 妖族更干净 等我回来再去寻 齐和川此处递险 切切等我回来一起寻 我去哪儿 我去哪儿 来这儿啊 大泽山古静 带长教师兄 特来为孔雀王助手 孔雀王特意交代了 若是大泽山的贵客到铃 让我亲自言误到内 孔雀长老 请 孔雀见过孔雀王 孔雀侍侍侍 本王有失远迎 多亏侍侍侍 将遮天散借给姝儿 这才让白鸟岛避过危机 如此大恩 本王铭记在心 小小薄礼 不成敬意 我帮华叔殿下 是出于朋友间的道义 这些礼物太贵重 古今受之不起 还请您收回吧 也是 侍侍和姝儿交好 倒是本王 折辱了侍侍的这番心意呀 除了 对了 日前华叔与英王一战 身体可还安好 多谢视觉关心 叔和燕秋一战 损了先礼 如今正在闭关 怕是要等到寿宴当日 才能出关呀 小师叔 先尊 其实我此次前来 除了为您贺寿之外 还有一件事想与您商量 但是无妨 想必您也知道 遮天伞 一直是我山门的护山神器 拱为我大泽山安全 眼下我看百鸟岛危机一劫 古今想取回遮天伞 是 这遮天伞肯定是要还给你的 可如今伞在书儿手里 要不这样 等他出关之后 让他亲自给你送去如何 那便只能先这样了 华莫先尊 何事啊 先尊 我家小师叔自梧桐岛上 对华叔殿下一见倾心 十年来心思不太好 这次小师叔入岛 本也是为求取华叔殿下 只是他太过为激动 竟不知如何向您提起 这是长教师尊 亲自为小师叔 背下的聘书和聘礼 炫心奉官 还请先尊 将华叔殿下 嫁与我家小师叔 古今小师叔宅心仁厚 必定会护他一生一世 炫心奉官 这可是件半神器啊 古今这聘礼再贵重 您也不能就这么收下了 我也只是收下聘礼 又没答应打造山什么 这再说了 我也不好直接拒绝他呀 叔儿 古今这次来 可是要收回周天散 他若知道 这冬华的神器被你炼化了 只怕 不会善罢甘休啊 他这就要拿回周天散 大则山是仙界巨拨 若因此 要向我白鸟岛讨要说法 仙界各派 肯定不会站在我们这边 所以父王想 若是大则山和白鸟岛 结为亲家 那他们 肯定就不会再追究此事 而且那个古今 仙根醇厚 是可造之才 贤善又极其器弱于他 将来 岂有可能会继承大则山的山门 我了解古今 他仙根纯后不佳 但性子过于闲散 没有急于突破仙阶的心思 况且 大则山一支独善其身 将来也不会帮我们壮大白鸟岛 只横凤凰一族 那你是 只看好蓝锋了 蓝锋继任天地之位 指日可待 那时我便是天后 梧桐岛也得对我白鸟岛 李玉勇佳 同样都是先秦 凭什么我孔雀族生来 就要尊凤凰为皇 这种日子 我再也不想让我的族人过了 父王 我华叔的夫婿 定要是那九重天宫的主人 仙界之地 阿英 给你看个好东西 让牙宝 蓝锋 大笔 马肪 还不过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们回答 请不吝点赞